江苏挖出西施情人墓 墓中竟出土一见奇物 直接让专家都羞于其尺之之乌乌 不过最让人难以置信的 还是墓中发现的几片竹简 直接揭露了西施情人的真面目 或许就连他们之间美好的爱情故事都是一个谎言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 他和西施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2002年江苏无锡的红山镇 施工队正在热火朝天的修着高速公路 由于陆基需要垫土堆高 工人们就决定就地取材 开着挖掘机就到不远处的一个小山丘上挖土 没想到这一挖可不得了 土堆竟然直接塌下去了 现场的工人和挖机师傅 都被这突然的变故打低措手不及 缓过神来后赶紧上前查看 结果发现在陷落的泥土中 竟然混杂着一些淘气的碎片 旗上的花纹也透着一股年代感 他们又仔细地翻找了一会儿 又发现了一两个保存的较为完好的器皿 这下经验丰富的师傅就感到问题大了 立即把现场的情况上报给相关部门 还有村民把剪刀的淘气碎片 拿给当地的文物局限定 专家在仔细端详了一番后大喜过望 估摸着这些淘气的年代 最少也是春秋时期 在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 考古对立即赶往现场 并且对这处墓葬抱有很大的希望 在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观察之后 专家历时觉得这处墓葬不简单 因为在这个塌陷的小土修附近 竟然还零零散散地出现了 近百个大小不一的土修 他们发现的可能不止是一座古墓 而是一个庞大的墓葬群 不过考古对的兴奋 在看到古墓的情况时 就转变成了担忧和遗憾 因为现场已经被严重破坏 土修下边地都是破碎的桃片 并且这些桃片的风格样式 都属于春秋时期 在对古墓进行简单的勘探之后 发现其规模竟然达到了上百平米 难不成这座古墓 还是个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吗 专家根据古墓的形制判断 这处墓葬是典型的土墓 这种墓葬形式最特殊的一点就是 他们在下葬时并不会挖坟 而是在平地上直接进行风土堆坟 并且根据史书记载 这种土墓葬葬最流行的两个国家 就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 联想到这些信息专家越来越兴奋了 难不成他们挖到了吴王夫差的墓葬了吗 毕竟吴锡在当时属于吴国地界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古墓旁边的小土修 该不会也是夫差墓葬的一部分吧 于是专家就立即对这些土修也进行了探测 没想到这近百个土修中 绝大部分都是古墓 最让专家感到欣慰的是 他们在探测中并没有发现 古墓被盗掘的痕迹 保存如此完整的一片墓葬群实属罕见 专家立即把这些发现全部上报 在获得批准之后 考古队就正式开启了挖掘工作 他们根据墓葬的形式 把这座古墓称为老虎墩 并且对于未杀古墓会采用土墩墓的形式 专家也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原来是因为当地的地下水未浅 如果采用地下挖坑的墓葬 江苏京县西施情人墓 墓中陪葬品甚至让专家都面红耳赤 不过最让人颠覆三观的 还是墓中那几片竹简上记录的真相 直接揭露了西施情人的假面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 他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呢 很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等 为了防止墓葬受到危害 所以当地的人便直接在地上修建墓室 随着清理工作的开展 老虎墩土球的规格 终于展现在众人眼前 机长56米宽43米 规模在所有土球中很是可观 而考古队员在清理过程中 也陆陆续续找到了大量的陪葬品 除了陶瓷碎片之外 还有原始的青瓷习习和硬文硬桃 最让专家感兴趣的就是一件墓中 这个墓中是青铜制品 它是一种乐器 与中小有差别 据考证播中盛行于东周时期 也由此专家更坚信 墓主人的身份不简单 另一件乐器则是菱形器物 专家估摸着至少也是春秋时期的文物 在这个老虎墩古墓中 一共出土了三百多件陪葬品 其中有一大半都是乐器 只不过让专家感到遗憾的是 这些戏剧上并没有任何文字出现 而且墓中也没有找到什么 能代表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后来还是根据高科技检测 才确定了文物出现的年代 在公元前474年 到公元前468年之间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吴国 正陷入战乱之中 就连吴王都自顾不暇 又怎么会耗费心神修墓呢 专家又把出土的文物仔细研究了一遍 发现这处墓葬是越过的几率更大一点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 专家对其他的古墓也进行了发掘 最先清理的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丘尘墓 只不过在清理的过程中 专家却察觉到了不对 丘尘墓的形式竟然不是土墩墓 而是和中原贵族一样的墓葬 墓葬整体呈现出中字形 其主人应该已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原人 可是越国当年距离中原可有不少的距离 谁会千里迢迢从中原葬入越国呢 这时专家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了三个人名 既然文种和范里 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范里 并且范里是春秋楚国三湖人 从小就身受中原文化的熏陶 还在越王灭掉吴国时 发挥了重要作用 凭他在越国的身份和地位 确实配得上这么大规模的墓葬 而考古队员在清理墓室时 更是被海量的陪葬品看花了眼 其中光青瓷的数量就有千余见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一个造型别致的空心球 这个球是由八条蛇盘起来组成的 名叫琉璃又盘蛇玲珑球 是古代祭祀时所用的器具之一 看到他专家便断定墓主人是范里 因为范里在投奔越国之前 是一味道学者 精通各种鬼神祭祀和占卜等 所以在越国能用此物的也只有范里了 不过后来另一件文物的出土 让专家对范里的印象稍有改变 那件物品名叫童祖 是一种让专家都面红耳式的东西 再说起其用途是更是支支吾吾 直言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后来专家又在墓室中找到了几根竹简 却揭开了范里和西施之间的爱恨情仇 一说起西施和范里 大家都会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唏嘘不 江苏发现西施情人墓 墓中出土的文物 竟让专家都羞于其始 而墓中发现的几片竹简 更是揭露了西施情人的虚伪面目 原来美好的爱情故事都只是谎言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 可是范里对西施是真爱吗 竹简上聊聊几行字 揭开了范里的真面目 李语诗前通三年史达悟 以语而听为之 施不得不免 也就是说当年范里和西施相爱了 在去吴国的路上 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 西施在此期间 还为范里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范里最后却把儿子当成人质 逼迫西施必须对他言听计从 用美人机对付吴王夫差 至此范里高雅的形象 也一去不复还了 甚至还有人直言他就是个小人 就连爱情都连带着各种算计 而西施也不过是一个苦命的女子 被自己心爱的人背叛 又为了儿子的性命 不得不在吴国坚持了十多年 只希望他后续的结局能得偿所愿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